早安啊 我今天來試玩這款遊戲吧 這款遊戲的風格看起來是不是非常的柔和 那色調非常的棒啊 它是把俄羅斯防塊跟塔防結合在一起 然後再融合像是殺戮尖塔那樣的洛克萊元素 不多說我們就直接來開始吧 好 我們前面一開始可以先拿到東西 先到這裡學院 有沒有看到 有點像是殺戮尖塔 像是陷阱大師 但玩起來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 來 你看那個細節是不是做得很好 我們要選其中一個 當然是我們的組合 我們就用這個吧 然後這邊有三個戰鬥可以走 這裡有個工坊 所以我們先來上面看一下 是不是整個的感覺很棒 而且它那個細節做得非常的優秀 我們有前面這種東西是拿了之後放置 然後我也可以長按把它取消回來 然後這裡就是要影響他們的走位了 OK 這樣 然後沿著這個走 沿著這個走 這樣就繞一圈 再來是我們有毒箭塔 有噴火塔跟火炮塔 我們的噴火塔就在這邊吧 火炮塔的範圍更大 OK 再來我們只有這兩個毒箭塔沒有用 是有點可惜的 開轉 你看它那個細節 細節真的非常的棒 美一點 就是不管是抽牌啊 然後各個畫面 哇 它會把神靈的燒起來 哇 通關獎勵 然後拿到這個我們可以繼續往前放 然後不能把路給封死 對我們不能封死整塊路 所以就是這樣 OK 然後這樣子的話 就只能逼迫他們走外圈 對這裡只能逼迫他們走外圈 然後這個地方 路徑它的那個配合 這好像沒有很適合 來 我們把毒箭塔放在 我們只能放在我們自己設定嗎 這條上面也可以 好一個毒箭塔 然後錢 先等一下 錢應該可以留著 第二波 發現怪物 人來了 這有隻蜂王欸 然後噴火好強喔 噴火超強的 噴火超強 我們這邊再來一個毒箭 在前面擋著好了 開戰 啊 我們這可以 可以多放一點沒有放 然後這個是不是可以加快 沒有錯 不同的敵人 對不對 小史萊姆 它這個噴火超強 對噴火是範圍的 噴一次直接把整團給轟掉 哎呀選這個噴火管是對的 接下來我們這裡 這個是直接擋住了 如果我們 嗯 這樣子 好多可以選擇 這邊我們要想辦法讓它可以 拉回來 我知道 我們這個已經放完了 上一輪放完它就不能再改了 對耶 不能再改 那我們這樣這條路 好像是一條線 直接讓點進來對不對 我們盡量要讓路寬一點 多走一點會比較好 有了然後後面是比較強的 哎呦蜘蛛也來了 哇哇哇哇這有好像有點吃不下來的 對耶 快快快快快 好我們要我們要小心一點 噴火塔來個兩個好了 兩個噴火塔然後毒箭塔再一個 這個路徑我們好像都 這樣 然後多繞一點圈 下一輪 那個會燒起來 哇 因為有一隻像狼的 OK 我們上方的攻擊也會 我們小劍塔是有一點點的攻擊的 對耶那兩桌塔 完成 我們有10個的寶石 15點的 好像有技能可以用 狙擊塔 我們有天賦啦 可以學習各種天賦 哇哦 我那時候就是開拍前 我就稍微看一下遊戲怎麼玩而已 還有很多東西耶 戰鬥開始是多抽兩張牌 經驗更多 我們一開始是不是只能 先學他旁邊 對 媽不是喔要解鎖 媽也不是 要累積經驗啦 所以這些我們都不 目前是不能點的 稍微看一下 然後我們的背包 這是有方塊 砲塔是目前有這些砲塔 來個工坊看一下 秘法強化 秘法強化 每次發射時 額外發射一個秘法 額外一個火球 來個 欸這個 金幣獵手 那我要怎麼把它 我要把它裝上去 要怎麼裝啊 還是那個技能 好我們先繼續看下去 腐化 然後這邊商店之後 我們錢可能不多 所以先來看一下戰鬥吧 強化格 充滿 強化的 能量的格子 砲台蓋在上面的時候 會得到各種屬性強化 強化的效果 只會隨著砲塔的尺寸改變 喔 2.2的 就只有四分之夜效果 然後敵人是走一條線直接過來啊 我們484應該要 想辦法 讓他們越走越遠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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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等一下 砲塔 要放在上面才會有效 所以 這樣子 有了有了有了 我們來個噴火塔 一樣噴火塔噴著 然後這邊的格子 要把它們給 往上 移動 這樣 OK 來 再來我們放一點 毒箭在旁邊好了 你們可以自己 自己調整 怪物的路徑 這點真的非常的有趣 來 喔這個直接噴爛 OK 直接噴掉 再來是金幣 喔 原來是這意思啊 原來是這意思啊 好 接下來我們要 拉過來 這樣 這樣繞一整圈過來 然後我們來個火炮塔 打的範圍有點太大 這樣 OK 下一輪 看到目前為止 大家是不是感覺 欸 右邊有敵人啊 啊我87了 啊 呃 呃 哈哈哈哈 沒有注意到 沒有注意到 這個好糗喔 來 擋起來 他的路線 唉呦 這個好虧喔 這個超虧欸 好他們這樣至少會走同一邊來了 然後 摘一個噴火塔 拉一個火炮塔這樣 唉呦 沒有注意到啦 87欸 我真的很87欸 而且我們其實不用在這麼前面 我們在後面防禦好像也可以的 哇 在後面防禦 也妥妥不用擔心了 好像不用 卡到這麼後面來 然後 摘一個金幣獵手 這裡 讓他們走一圈下來 這樣 走一圈下來 這樣好像還不錯 然後 這條路 我們要稍微的讓他拐個彎 對 讓他們拐個彎 好 然後我們有狙擊塔 狙擊塔可以直接 啊 等一下喔 有可能要等到下一輪了 那我們再一個 這個好了 火炮入口也再放一個 來 火炮塔也是蠻好用的 哇哇 這是狼 這跑好快 這跑超快的欸 欸 方塊 狙擊給他下去 好 然後這裡我們要 路徑要讓他拉開 對 讓他們繞一整圈過來 欸 好像不太適合欸 對 我們要讓他往 往這裡走才對 讓他們往這裡走 往那個方向移過來 繞 整個繞過來一圈 會比較合 好 來 喔 我狙擊剛才打了什麼鬼東西 還沒有進場就先被打爛 哇 這王露了一個面說嗨 哈囉 我來這裡參觀一下 門口還沒到就先被秒了 再來一個金幣獵手 然後給他好了 我們要再一個嗎 等一下喔 這個可以把路徑給 拉過來 他們必須要繞 欸這邊右邊沒有擋好 不過目前這樣子應該很夠了 欸不行他要走這邊 這樣吧 來 兩管狙擊 哈哈 好痛喔 打一下100滴 噴火 小砲台打一下5滴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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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怪物走的速度很快 他怪物走的速度是很 很有那個節奏感的 OK 卡住了是不是 好 這裡我們把他封起來 逼他們要走 下面 然後 這邊可以移動 這裡 然後 這樣 他們就要繞一整圈才可以過來 然後我們再來一把狙擊 不行 不能再狙擊了 噴火再一個 砲台再一個 錢 錢沒用完不知道會不會留下來 如果會 會留下來的話 那就 用盡量少的砲台打就會比較好 應該會有差 不然如果錢全部用完 應該是 怪物都進不來吧 OK 有了 火球塔 看一下天賦 天賦現在40點 這個天賦要在完整一半才會解鎖 這個要按住啦 587喔 對啦要按住啦 開始時的金幣提升 哇 火源的起始生命增加5 好這個先不要 OK 然後這個是能量寶石可以購買道具或是恢復火源能量 這邊有個戰鬥腐化欸 看一下工坊 欸 腐化之我 每3秒 炮塔的攻擊會產生強大的暗影能量 將15範圍內最多5個怪物抓到目標為止 炮塔殺死怪物時 會對所有怪物放出秘法飛彈 應該火球就好了 商店 這邊快要到網了欸 這裡個腐化戰鬥包如何 我們打看看 感覺腐化好像特別兇 腐化關 出現被腐化區 無法生命建造 腐化關卡中的敵人 更高生命值得更快的速度 但過關時會給更好的獎勵 哇一開始 一開始 這蠻好口喔 我們如果把道路封起來 他會從其他地方走對不對 看起來應該是這樣子 對對對 封起來會從別的地方走 然後最終會匯集到這個地方來 那讓他們往下方走 是不是比較好啊 就是這樣 讓這兩個都往下面走 應該是會比較好的 因為兩條會同時更換路徑 然後 這裡來一個 這邊 這邊 這邊再一個 OK 火球塔 他會 他好大個喔 其實我也買不 欸 我有75其實買得起 噴火塔先一個 然後 這裡一個 火球塔 火球塔 目前沒有 先 先兩個看看守不守得住 可是這裡 腐化關卡兩個 會不會不夠守啊 看一下 敵人呢 哦 哦 兩個好像有點不太夠守的感覺 對捏 欸 好像還可以 好像還可以 欸 那個燒的還是很強 對燒的還是很強 OK 金幣獵手 給你好了 等一下喔 我們 這一條 道路 我們可以讓他繞一整圈再過來 這樣 來繞一整圈再過來 然後 這邊也是 這樣子 OK 欸放在這裡好像更好 放在這個地方 這樣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邊放一個 比較遠的火炮塔 OK 再來給他一個小小的 兩個小夥伴陪他這樣 來了 這樣陸鏡就變成只有一個 我覺得如果可以把 把陸鏡瘋掉是真的會輕鬆很多 火炮塔 音樂也蠻燃的 音樂挺棒 欸欸欸等一下 欸唷好險 好險 我們攻擊力快不夠了 對快不夠了 獨一感覺要前面一點比較有用 他會扣比較多些 額外火球 我們 拉個狙擊槍 然後給他一個額外火球好了 再來這邊 欸 這裡都擋起來了 可惜了 這個地方吧 這裡 這裡要放這裡才可以讓他下來 可是這樣子我們就沒有炮台強化的效果了 嗯 就少了個強化效果 來個這個 OK 目前我們的 錢都還夠用 好來吧 然後這裡可以翻個狙擊 可能要再想辦法再塞一個到這邊來 反正這邊沒有敵人 哇 OK 欸他沒打一下會有一個火球 那應該要給距離比較 速度比較快的對不對 會比較好齁 對速度快的會比較好 然後 這邊 要讓他們拉一圈 繞一圈過來 這裡也可以讓他們走外一圈過來 這邊不能放 喔 這個格子是不能放的 好 這樣一個 然後 讓他們 比較難過來 這樣子 是最大圈的 然後我們這裡可以放一個 大火炮 喔齁 火球塔 這火球塔的位置 喔可以把它賣掉欸 啊賣掉了 先來個這個好了 等一下我們再放火球塔過去 目標 喔還可以選擇 我可以選擇 生命值最高的去打他 原來如此 可以選擇去 這樣打還不錯 對優先打血量最高的 這樣挺好的欸 你還可以選擇你要打哪一種欸 他不是隨機打的欸 那這個超棒 這個超棒 好額外火球 再等一下喔 這一台我們就把它賣掉 換這個 欸他是二乘二 為什麼我剛才放在一格上面啊 對餒 沒關係二乘二的話 這樣 這樣就可以把它放上來了 對啦他是四格啦 喔這個 旁邊的磚頭其實是可以放的 我以為磚頭是不能放 好然後我們還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他們繞點路嗎 啊這裡 有了這樣繞的路會更遠 喔好好玩喔 哈哈 我那時候看預告都覺得很好玩 然後剛才在開拍前 稍微看了一下也覺得 喔 我開拍前其實只是覺得 喔他的那個 細節很多 他的細節做得很好 但沒有想到 這麼好 哇沒想到那麼好 喔超棒了 OK 金幣獵手給你好了 然後我們的路徑還要讓他們再遠一點 這裡可以讓他們直接繞一整圈過來 就我這裡封起來的話 他們要繞一整圈才可以過去 好 然後這裡 再拉開 然後這邊拉一個噴火 然後這邊再拉一個噴火 這樣應該很夠 我還是不知道剩下的錢可以拿來幹嘛欸 錢直接全部用掉嗎 來 他應該有血 說不定他前面有講 只是我就拔棋 你們也知道我 我常常什麼 很多東西都沒有注意 哈哈 所以他說不定有講 欸完了 哇 唉唷那個火球彈跳好強喔 那火球彈爛欸 可是他要有 他要有得彈跳的時候 傷害才會高 對沒有得彈跳的時候是還好的 哇 OK 這裡需要 調整一下 對這邊需要 可是這裡已經是 已經沒有辦法再改了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可能需要再多一點 來一個放在門口 這樣子 好然後 這裡需要多一點 小毒液這樣 再來這邊我們可以 拉遠他們的距離 看一下喔 這個可能更好 OK 看他拉一整圈 然後 這邊走過來的話 這樣子 欸好像沒有辦法 讓他再 彎過來 啊這蓋到外面去了 欸這裡還可以 這裡還有敵人 這邊也可以蓋一個 然後把 我們的噴火塔放過來 好 這樣 欸敵人開始進攻了 欸進攻我還可以同時放喔 喔原來我 進攻了之後我還是可以放置的 對呀 是可以放置的 我還以為 開始就不能放 開始是不能放放快 OKOK 生命值最高 進度最快 你也來生命值最高好了 生命值最高 喔 他這個選項好棒喔 Clear 還有還有 額外火球給你 金幣獵手給你 然後只能再放一個了 所以我們這裡 再讓他們繞遠一點 好然後 這裡再來一個噴火塔 還有地方可以放火球塔嗎 火球塔好強喔 我們應該多放幾個火球塔 但火球塔 只能在這邊放好像還好 喔沒有沒有四個的了 可惜了可惜了 反正我們可以多放一點毒的 多放一點火炮 反正錢也不知道留下來可以幹嘛 我們就全部都給他扔掉 來開戰 這邊可能要多一點 OK 這樣 這裡多一點 多一點 好可怕喔 哇還是有一些怪物會跑進來啊 喔喔喔這裡有一隻 好險好險 然後我們可能稍微聲音要再小聲一點點對不對 音效再小一點 音樂是真的還不錯 OK 這裡 讓他們拉遠一點 好 這樣這個我們可以放一個 這邊 塞滿 嗯 來 然後下面我覺得我們可能需要 再多注意一下了 這邊好像有點 多到我們守不住欸 對不對這邊有多到守不住的感覺 好來 狙擊這邊可以放一個 燈火這裡也有一個 然後這邊再一個 欸 風火塔好像有點太強了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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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哇有問題 好像有點問題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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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欸打不太下來欸 有有有有有有有 差一點點 哈哈哈哈 哇 還有下一關喔 我的天 還有下一關 那我們要再更小心了 我們可以這裡 欸 這裡讓他多走一圈 可以欸 可以讓他多走一圈過來 那 這邊 這樣子 這樣子他會多拉一點點 好 我們應該要多一點這樣子的塔對不對 對 這樣子的塔要多一點 因為小小的毒箭塔 傷害明顯是 明顯是不行的 對傷害明顯不行的 然後這邊 多架一點 我不確定我們打不打得贏 有感覺好像 有點兇 噴火塔這邊再來 毒塔再來 好 噴火塔 OK 差不多開始了 我們還可以再放更大的塔的位置嗎 好像沒有 整個燒起來欸 哇 這整個燒起來 毒塔再來 然後火炮塔來一個 哇 哇 這個敵人數量 這個敵人數量 呵呵 哇 哈哈 好可怕 好可怕 來來來來 全部給他火炮塔 好像有一些 跑進來了 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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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關卡好難喔 廢料塔 新卡片 廢料塔 然後下一個也是戰鬥 我看一下廢料塔是什麼東西 用各種廢料拼湊而成 便宜好用 蛤 我現在就不需要便宜好用 我現在需要好用 這真的好用 我不要便宜好用 然後 喔這給我好多喔 經驗好多喔 我的火源或者自我防衛 會攻擊接近的敵人 火屬性炮塔 增加 我們有很多火屬性的 哇差一點點 好 來 ok 下一關 看到現在應該大家已經 決定要買下來對不對 但他還沒有出 哈哈 這邊只有兩邊 路徑進來 這個我們 哎 剛好沒有得放欸 那 把敵人拉過來這邊好了 對 對 旋轉 然後 我們位子都剛好卡住了 讓他們從這邊上來 等一下我們擋住之後 讓他們從那邊上來 這樣子 ok 然後 我們需要先 這裡要一個噴火 右邊也要一個噴火 然後還有石我們就 沒有錢 這個吧 來 這個 普通敵人的 傷害應該還好吧 小蜜蜂 快快快快快 唉 輕鬆啊 跟剛才比起來 新幣獵手 然後 這裡我們要擋起來 讓他從右邊走 所以先 這樣子 然後 擋起來 好 我們現在 二十多塊錢而已 剛剛錢很多 就可以亂買 但是現在這個 那這個砲塔我可能 要回收賣出了 因為這砲塔用不到 剩單邊這裡 所以我們拉兩個砲塔 在這邊燒吧 這是那個很可愛的魚 這什麼名字 我已經忘記了 好像 它算魚嗎 我記得是有角 然後兩棲類的 如果有觀眾記得的話 就幫我補充一下 它叫什麼名字好了 然後 這裡 他們會從 看一下喔 從這個地方走過來 OK 然後這兩個都會噴火 然後一個L型 L型要這樣 等一下 為什麼 右邊的 原來我右邊沒有擋住啊 對 我右邊沒有擋住 好 那先把它擋住吧 對 沒有擋住 66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子 看一下 這樣應該可以吧 好 喔 敵人喔 敵人喔 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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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 在上面 在上面我想奇怪 敵人哪裡都沒去 阿 可以 燒得死 燒得死 沒問題 有了 那... 接下來我們應該可以來個大管的了 來一管大管的 然後... 這裡我們路徑要... 拉過來 好 這邊這個方塊 這樣吧 這裡有可能要再填一個 火球給...給你 42塊應該夠 我們先...先留著不要用 等一下囤75塊來個火炮塔 放在這上面 因為他還有強化格 這裡有點放的不好啦 OK 沒問題 9 取下139了 啊哈...欸 這個...太...太長 可惜了 太長 這邊可以 這我們就把... 他放在這裡 好 然後... 這邊擋起來了 嗯... 這樣 給他一個 這邊我們也來一個... 毒物塔 好 有這個火球塔 有這個火球塔 應該是很夠用 一下一個 敵人從下面過來 現在都是大隻的咧 對耶 都是大隻的 然後選擇生命最高的 這個距離最近 有險打距離近 他應該就沒有差了吧 他選... 生命值最低的好了 OK 這個好可惜喔 這個... 如果這裡剛剛凹一個下去 我就可以讓他走最遠距離了 但是... 這沒辦法 哇...沒辦法 我們這條... 就放著吧 金幣獵手 這條好像用不到了 欸...可以耶可以耶 這樣... 喔... 最遠距離最遠距離 然後我們這裡再一個 好 這樣應該是不用擔心喔 保險起劍我們放一點... 火砲塔在這裡 這邊... 然後... 噴火塔 這裡有一個噴火塔 那種拐角... 拐角噴火塔感覺就最好 因為他剛好要轉彎 OK 目前應該不需要 然後這邊再一個狙擊 好... 然後... 這個填起來吧 這裡再一個火砲 哈哈... 呃... 再一個火砲 可以 大... 大隻的還是比小隻的好用 喔... 哇...這個打不死耶 這血量是怎麼回事啊 哇... 哇... 我還覺得應該很輕鬆 484... 欸... 原來戰鬥中也可以改變路徑喔 是可以的 對戰鬥中是可以改變路徑了 喔... 這個數量... 這個數量... 數量有點可怕了 我還有我們打得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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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齁齁齁齁齁 每次都覺得好像會有... 冰椎卡欸 冰椎塔 我覺得好像可以 又覺得好像不太行 砲台看一下 冰椎塔 生命只越地點造成越多傷害 最多三倍 所以他這個比較適合放在後排 乾脆差 然後我們這個 攻防選項增加 BOSS關造成傷害提升 拿一個好了 學會超載 啊 短時間加速 好 這邊都是戰鬥 OK 這是一個要把路徑封起來 目前要封路徑 最適合的應該是 讓他走上面吧 如何 讓他走上面應該是挺棒 上面應該挺棒 這裡 然後 這樣 OK了 全部都走到 中間來 然後 這裡 啊 這裡沒有辦法改他的路徑 這邊吧 好 再來這裡就是兩個噴火塔 兩個噴火塔 再來這邊一個火炮塔 這火炮塔可能不適合 到時候再放一個狙擊在這邊好了 火炮我們就放在這邊吧 來 但這個直線超近就過來了 超近的 我們這裡可能需要再拉一點他的距離 喔 燒起來的包 好像不會讓他們造成額外的影響 對 它只是畫面 場景上面而已 OK 過關 額外火球 我們現在多少 我們有70 70好像丟不進去 然後 這裡要讓他們 走更遠 可以可以可以 這樣他們要繞更遠過來 對 走更遠 好 這樣家常路徑 感覺會比較安心一點 再來是 廢料塔有需要嗎 感覺廢料塔好像用不太到耶 這邊一個這個吧 先這樣 等一下我們要放大管的 大管的傷害比較高 他那個 然後他選擇 生命最低的 好 他那個射擊速度好快喔 雖然傷害不怎麼樣 好 再來是 這裡 但這個 感覺起來 比較適合放冰錘 我們可以把 火球塔放在這裡 這裡最接近中間了 兩個都給他 然後 這邊可以讓他們繞路 這裡我們要放 什麼呢 噴火塔 因為這個地方剛好 因為這個地方剛好 來 噴火塔真的是好用 可是如果是速度很快 噴火塔好像就還好 但那種一大群聚在一起的時候 噴火塔效果會最好 啾啾啾啾啾啾 欸 清空 好 這裡我們可以 讓他整個走過來 然後這邊我們就放一個 一樣吧 好 這個 可以讓他繞下來的 好 這邊我們要放什麼 這邊放個毒塔好了 噴火塔好像會比較好 噴火塔 這個地方比較適合噴火塔 然後這邊放毒塔 好 我們還有 沒有錢了 這個要放哪裡 這個讓他再繞一圈 讓他們全部擠在正中間 這樣 擠在正中間 然後等一下我們可以再放一個 那個火球塔上去 噴火球塔好彈喔 哈哈 火球塔超彈的 彈爛欸 我的天 欸 阿底人咧 上面 真的是彈爛欸 超兇 來來 火球塔再一個 再來這邊我們要 規劃一下 欸 這邊好像沒辦法欸 對 這個就只能放著 放個毒塔也好 這邊我們可能可以 控制一下 讓他 繞一下 對 可以讓他繞下來 整個繞下來這樣 然後這邊我們再一個 噴火塔 好 OK 這樣路徑就會有差 欸 每個地方來的怪是不一樣的欸 對欸 下面反而是狼跑得比較快 可惜因為他繞比較遠 然後他繞超遠 然後上面都是蜘蛛 蜘蛛一下就清掉了 來 金幣獵神 再給你一個額外火球 這邊我們該放的路徑都放對不對 這邊可以來一個 啊 可惜了 我們剛剛要橫的放 然後再放一個火球 我可以收回啊 這樣 還好 這樣 欸 等一下喔 我們來個狙擊好了 我們都沒有狙擊 用一個狙擊這樣剛好 再來這裡 再噴個火喔 噴個火 那路口塞滿噴火槍 這火永遠是最有用 而且我們火的傷害還會提高對不對 火球塔也會提高 所以放火是最好的 OK 好 這個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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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這個好像位子不是很優秀 這可以把他賣掉了 然後這裡 讓他走更遠 這邊也可以讓敵人走更遠 給你一個額外火球 這樣 然後給他一個啾啾啾好了啦 雖然說這個要傷害比較低 血量比較低的時候比較適合 但反正我們應該也不會 不會擔心用不了 好 開戰吧 目前看起來沒什麼問題 但不是很確定 快快快快 他們的路徑其實都要走蠻遠的 哇 都要走蠻遠的 然後這個火炮 火球塔真的超強 這裡我們還可以讓他再走遠一點 然後這裡繼續噴火槍塞滿 這個可以火球塔再一個 好 然後 然後 這裡 然後我們再多走點路 嘿嘿 這是噴火塔 噴火塔 哇 噴火塔拉滿 開戰 開戰 我們還有地方可以放大隻的嗎 這裡可以栽一個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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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一個燒爛 真的是一個燒爛 哇 這隻怎麼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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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個毒好像其實扣蠻多的 所以跳的速度蠻快的 金幣 給你一個 然後 然後 他們的路徑 讓他們再繞遠一點 然後這裡再加一個噴火塔 噴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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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邊 再一個噴火塔 那這個可能就要賣掉了 它賣掉的錢好像 其實給的也不少 這裡 然後這邊 火球塔給它拉滿 滿滿的火球塔這樣 這邊再一個狙擊 哈哈 都是高級的 高級火 錢好像 用完了似乎沒有什麼差別 分數怪我沒有差 欸 我們打贏的有分數嗎 哇 敵人完全進不來 我們這兩個小小的冰椎塔 完全用不到 接下來 這裡 再一個噴火塔 這個我們可以 這樣子 那他們要多繞一圈出來 然後噴火塔再一個 好 這邊呢 這邊可以 欸 這裡我如果封起來 它就會 往內繞欸 對耶 對耶 它會往內繞 這樣就是完全不一樣了 這邊再一個火球塔 好 在路徑水我們想改 怎麼改就怎麼改 超好玩 OK 完全不需要擔心 然後噴火塔再來好了 噴火塔 燒光他們 燒光他們 嘿嘿 嘿嘿 欸 可能樓下其實 好像比較不適合噴火塔 因為樓下就是比較大隻 所以樓下舉起可能比較好 塞一隻塔 塞一隻 看一下 砲台管理 呃 還好我不用每一輪 骰的時候 選擇要丟什麼火炮 如果它改成這樣的話 那感覺隨機的運氣好像就更大了 呃 值出的點數就是砲塔的傷害值 這麼有趣 再來50多點 我們可以來個 呃 加一點點的 血量 毒屬性造成的速度傷害提高 還有一個什麼 電屬性砲台 這裡還有其他的 砲台加爆擊機率 喔 每回合多抽牌好像也蠻重要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多放 我們那個地形更好放 來囉 打王囉 哇 九頭蛇 不對 這是三頭蛇 終於到了最後的關卡 前面是看守著大門的魔王 擊敗它就可以前進到下一個區域 劍塔的守衛會幫我們爭取一些時間 快準備好你的防禦 同時也可以利用礦車削弱魔王的體力 礦車 礦車 將砲台建在礦車上 會沿著鐵龜往前衝 放在礦車上的砲台會獲得各種的爭議 這麼有趣 但是它就只有一格欸 我們剛剛有毒的 但這樣子有用嗎 看一下喔 它的路徑 路徑 好 路徑我們可以封起來 然後 等一下這邊我們再看要怎麼封會比較好 這樣 這邊我們有55塊 噴火塔是一定要一個在這邊的 然後 然後 塞一隻塔 咬到4攻擊就是4就是了 好 再來是 這裡放一個 OK 敵人來襲 有了 我有毒到它 哇 被噴掉了 哇 它在攻擊我的塔 OK 啊我 我 該不會現在都 還沒有下一輪吧 該不會就直接進攻了吧 欸有有有有 它停下來了 好 這裡我們可以把它 擋起來 欸它還會走 不行 一定要擋這裡 好 接下來就是這樣 讓它走到最邊邊 OK 我們就62 62 這裡再一個噴火塔吧 好 啊那我剛剛那兩個不應該丟給它 應該要丟給前面呢 哇 OK 這個要攻擊距離比較遠的塔會比較適合 但我們攻擊距離遠就是 就是 毒塔跟這個 我可以暫停嗎 欸我可以抽牌 喔抽牌要花錢 原來如此 好 這邊我們要擋起來 它才會照著我們的路線走欸 對啊 好像鐵軌它不管怎樣都會擋著 所以我們 我們不應該這樣走 我們應該要讓中間 對我們要讓中間是道路 然後兩側擋起來 這樣才會 要不然這裡我其實沒有得擋的 對不對 其實沒有得擋的 那這樣就有點87了 對耶 可惜了 但我們現在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 考慮這個了 我們能盡可能的 欸不行 這樣它路線全部都跑過去了 然後 這邊如果擋起來咧 不行 還會選擇一樣走旁邊 擋起來咧 對耶 不管如何都會 在這裡給你一個火的 來 王的血量感覺好像沒什麼在扣欸 燒起來了 但是這樣子我們礦車的傷害就會更有用 因為他們都會往那邊跑的話 哇哇哇哇哇哇 OKOKOK 落單的會被我們給吃掉 然後這裡再噴火 這樣子應該OK 我們需要一個狙擊塔 要一個狙擊塔才行 這樣OK 那我們毒塔左邊可以多放幾個 去擠 這邊 沒有用 它不管怎樣都會拉過去了 所以我們這邊就是要 控制他們的移動 哎唷了這樣子會從這邊走 然後 然後 這裡 先這樣吧 L型的話 對我們當初路徑不該這樣設置了 真的很可惜 來 生命最高了 有有有有有 好像有打到他的傷害 但不痛 有但不痛 OK OK 目前這樣行嗎 我想再一個狙擊塔 但是要前提是我們撐得下去才行 好像是可以啦 可以可以可以 哇哇哇哇有點危險有點危險 有點危險 OK OK 哇 哇撐住了 好 接下來我們這裡可能要一個 這樣 這樣 然後 再一個 額外火球 給你 我們這樣一百六十多 再一個狙擊塔 然後這裡再一個火 啊 啊 我們應該要火球塔會比較好啦 對火球塔會比較好 不過就這樣吧 然後 毒塔可以再放一點 來開始吧 他會攻擊我的塔嗎 不會他要踩過去 我塔好像不會有事 上面的大塔就會有事 哇 OKOK 沒有問題 喔這裡有一隻 好多隻好多隻跑進來了 好多隻跑進來了 哇 完了 要扣血了 還可以還可以 扣的不多 然後 王是不是被我扔回去啦 還顧著看那邊 這個王死掉了 欸不對啦 我們不是應該看到王死掉那一瞬間嗎 結果沒有追到王 再看那個狼 這也是好玩 好玩 真的好玩耶 然後我們還有好多的那個問號沒有看到 哇 這個是說明年第一季會上對不對 這可是如果正式版出出來 應該是 非常的有趣 然後難度可能 可能因為它這種 像這樣子的殺戮尖塔類型呢 如果難度在提升 像我們剛才只是在玩四萬版 它可能是難度一 如果難度三難度四之後 我們剛剛那個打法 可能應該在第一關就爆炸 蠻有可能的 至少王關應該是過不了 所以會蠻期待它正式版發售的 我想 看到這邊 大家應該已經先去按 就是 用望清單了吧 那就是等它正式出來的時候 我們再來拍啦 好 那之後有看到一些有趣的遊戲 再拍給大家看囉 如果喜歡的話 也可以留言 然後幫我們按個讚 有點鬱鬱的話 也可以加入我們會員 讓我們可以拍更多的遊戲 那我們就是 下次再見啦 掰掰